大家好,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8月28日又有一個新活動 活動名字是藍色腫水機 裡面的內容都好像平時的活動一樣 都有四個不同的難度給大家去通關 其實每一次活動都會有五件配件給大家做更換 但這次就多了駕駛員這個選擇給大家 駕駛員的數值方面就不會特別高 但他勝在是INFIGHTER INFIGHTER也是會適合一些近距離攻擊的機體去使用 因為現在實際去抽駕駛員就不是很值 主要大家都是留意抽機體 因為機體裡面會有七倍和五倍的活動積分獎上 去到配件方面 今次就做了一個表格給大家作一個參考 說回由第一次推出的活動到現在這個活動 究竟他們的配件 例如頭部、伸部、手部、腳部、背部 這五件配件的數值哪一件是最高呢? 當大家參加這個表格的時候 早知道原來今次新出的活動 他的數值都會適合於不同的機體 大家可以先看看頭部 其實今次的活動射擊的能力都是不差的 當然他在他的技能上面有個強化格鬥 或者射擊的攻擊力39% 持續37秒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加成給玩家 我個人都比較推薦今次活動的頭部 但如果你說身部、手部、腳部和背部 數據就不是太高 技能方面主要敵機的屬性是宇宙 才會有些額外的加成 例如射擊的威力提升等等 但實質上的零件特性就不是太適用 希望這個數據可以幫助大家 日後如果有新的活動 都可以用這個表格來做一個簡單的比例 究竟那部新活動適不適合你們的機體 如果大家喜歡這方面的資訊 或者這方面的內容 請訂閱我 或者給個讚 如果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列的地方留言 最重要是分享給你的朋友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